各位同志们大家好 那当然今天是6月26号 礼拜三下午一点半的节目 很高兴在里周TV 跟大家见面 那最近的大盘连续三天的一个修正 目前为止面临到所谓的13日均线的 防守的一个位置去的话 所以说从明天开始 这个大盘即将 要产生所谓的转折 那这个转折的同时 从明天开始 这个行情会慢慢好 那投资你不用去担心 因为你都长期锁定 严老师在里周TV下午一点半的一个 所谓的直播的一个节目里面 你都可以看得到 所谓的台股的一个未来 当然我们在这个礼拜六 在这个礼拜六 6月29号礼拜六 那早上的一个时间点的话 我们会在桃园 会在桃园的话 那下午的话会在台北 那也就是我们会针对 下个月有一档股票 叫做7月的一个标王之王的话 我们会展开所谓的免费的一个讲座 当然严老师的一个报名人数 这是之前拍的 那每一次 来到我们这个演讲会的一个现场的人数 也就非常多 那这一次的话也是一样 当然我们准备了一个场地 它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场地 但是名额有限 我希望大家看到今天的节目的话 可以踊跃的来做出一个报名 那只要各位等一下在节目后面 做出个加LINE的动作 直接在LINE里面 来做出一个报名的话 我相信这个报名的手续就完成了 那在报名同时 麻烦你要留下你的姓名 留下你的联络的一个电话 我们会把座位 来事先的来帮各位来预定好 那我再讲一次 6月29号礼拜六早上的话 在桃园下午的话 我们回到台北 有一场非常重要的一个演讲会 演讲会一个内容的话 会帮大家去规划 目前为止台股 进入到7月份之后 有哪些股票可以做 今年下半年行情 它会怎么样来走 有哪些标的有哪些个股的话 可以进行所谓的单股的一个锁定 那你来到我们演讲会的一个现场 我严老师有一份小小的 一个礼物要送给你 一份非常宝贵的一份资料 我希望今天完成报名手续的人 每一个人都可以拿到 但我先讲 不管是所谓的桃园厂也好 台北厂也好 这个名额有限 要赶快的去做出一个报名的动作 等一下直接做出个加LINE的动作 来我们来讲一下今天行情 那当然今天行情的话 这个大盘是持续的往下修正三天 那来到这个地方的话 大盘的加薪指数 在13日均线的一个位置去的话 在10,000多少 652点 652点 今天的话收盘的话 在10,000656点 在这个地方已经产生了 多方的一个抵抗 也就是说 也要是今天跟你讲的 你要相信 这大盘跌到今天跌不下去了 未来的话就直接会转折往上 你看这三天下跌是属于一个量缩 但是盘面上面一些主流类股 它并没有改变 老师举一档股票 我们来看一下好不好 这档股票大家都很熟了 4968什么 立基 立基今天的股价有没有再创破端性高 有 是不是跟严老师讲的一模一样 你这档股票你可能从5月份 看到老师节目 老师在节目介绍给你 你做出一个操作 一次两次三次的操作 你都赚钱 那现在来到6月底之后 老师还在讲 这档股票在今天还是一样 再创破端性高 我跟你讲这档股票 严老师会在7月8月 我会持续讲 我都希望说每一个人 都能够赚得到钱 如果说你学过严老师开盘巴法 你一定非常清楚的 这档股票你用周线跟月线的角度 去看这档股票 我认为这档股票你可以慢慢看 这个就是所谓多方的一个指标 多方的一个指标 另外一档股票看到所谓4979的康共 康共当然在近期以来走势 三天涨了20% 那今天的股票是 承接所谓的三角收斂 不是叫你去追哦 这档股票在拉回的时候 他有买点 因为目前为止空单 空单的一个比例 卷空单的一个部分非常的多 所以说这个大盘 未来往上走的时候 卷空单开始嘎的时候 这档股票 他会成为未来的 非常重要的一档 指标性值的一档股票 但严老师在节目中 跟大家讲 所谓的三个族群吗 昨天跟你讲操纵 对不对 操纵今天目前为止股价还好 对不对 但是今天要注意什么 3338的泰塑 今天反而是泰塑墙 也就是昨天 你看到所谓的操纵墙 今天看到所谓的泰塑墙 那其实这个族群里面 不同位阶 他的发动点也不是说很一样 但是你只要锁定其中几档股票 就可以了 但我今天要举到一档股票 如果说你是操作小型股的话 有一些股票在拉回的时候 可以稍微注意一下 代号1541的这张股票叫昌泰 昌泰是做所谓的工具机的 我们看到K线图的部分 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是属于一个涨停板 江波图告诉你什么 今天是来到所谓的涨停板 而且是属于拉尾盘的 那这种股价的话 你在早上如果说你会发现说 这个拉回修正之后 有买点的话 我相信你在早盘应该有机会去买了 但是你现在看到的这张股票 丁老师不希望你去追 也就是工具机的一个未来 你可以以昌泰这张股票 来作为一个未来的一个走势 当然现在很多人在讲什么 讲所谓的挖矿机 那挖矿机到底是要注意主流股 还是注意所谓的二线股 那一线股的话 我们都知道6150 这张股票叫汉迅 汉迅之前涨过了 那你就用看了 但是现在的话 你可以看到所谓的23 这个2399 这张股票叫印太对不对 印太股票今天来到涨停板 代表这个未接开始 开始在转变了 那当然不是说 希望大家去做出个追价 有时候股票在拉回的时候 你可以稍微注意一下 那丁老师现在跟你讲的 请你注意 大盘未来的一个多头的一个走势里面 他会出现指标性质的股票 请你留意以下 丁老师跟你讲的这几档股票 第一档股票 4968的利基 这档股票从6月份开始 可能到7月8月 你都看得到 4979的康扣 这张股票 短线里面你可以先赚20% 拉回的时候 还是要注意一下 当然最近很多人在问 那老师这个郁金光该怎么看 其实今天的郁金光涨10块 对不对 他也是一个多头的一个指标 他也是一个多头指标 那丁老师现在反而 今天跟各位讲到两档中央的股票 他的未接都是在低接的 但是请各位要留意 他拉回了一个买点 第一档股票做低润的 3260的威刚 威刚我们之前操作过 那这一次会被卷土重来 那你要留意 这个丁老师的line 那丁老师line里面有没有讲 有买的话 你就可以持续的去做出一个动作 另外一档5G概念股的3707的汉垒 汉垒的话我们之前 两笔单 我们在高涨区 我们先行卖掉了 那目前为止第三笔单的话 我们会准备进场布局了 但是我们不是说带各位去追 我们会进行所谓的拉回找买点 所以说你对丁老师今天讲的这些股票 有兴趣的 那你看到我们的所谓的line的部分的话 今天一定要注意 我们把画面转到所谓的line的部分 大盘三天的一个拉回修正 你不用怕 未来一个走势里面 丁老师 丁老师会在所谓的line里面 那当然今天用手机的一个扫描的一个方式 直接可以扫描我们的QR Code 今天一定要扫 今天QR Code非常重要 你一定要用所谓的手动的方式 去做出一个扫描 因为下半年的行情里面 我会在7月1号到7月5号 我会事先的利用族群的方式 利用个股的方式来跟各位讲 我会把重要的讯息 放在所谓的line里面 所以说你今天的QR Code 你加了之后 今年下半年的一个操作 也许里面有所谓的利基 里面也许有康扣 那可能有什么 有所谓的3707和这种标股 我们一律的都会放在line里面 所以说你扫描QR Code加line之后 line的一个地址的话 ID 小老鼠 HXI6868U 小老鼠 HXI6868U 直接加入之后的话 记得 闫老师的一个演讲会 见面会 在6月29号礼拜六 6月29号礼拜六 早上的话 我们会在所谓的桃园 下午的话 我们会在台北 这两场重要的演讲会 闫老师会跟你讲 这个台股 今年下半年到底有哪一些股票 你买了之后你会赚得到钱 闫老师的一个演讲会的一个场面 非常的热烈了 那我们会利用这个半个小时时间 来帮大家来解答 目前为止你们手中的股票以外 闫老师也会顺势 开一个所谓的开盘Buffer 简易的一个所谓的初接班 那请大家 这个6月29号能够大驾光临 这个早上我们这个新竹 早上我们这个桃园的一个会场 这个下午的话就在台北的话 这两个重要的一个所谓的演讲会 请大家一定要播控 一定要播控 那我把字卡稍微换一下 那今年下半年的行情 这个把钱准备好 请各位把钱准备好 那也许明天 这个大盘就开始发生转折了 所以说你这个机会来了 你要好好把握 把钱准备好跟着一鸣哥 那在股票里面失去的 那当然严老师要加倍的奉还给你 怎么样失去 我们就怎么样把他拿回来 这是严老师 在股票里面操作的一个心得 天底下没有什么困难的事情 只是说各位愿不愿意去做 如果愿意去做 严老师在旁边带着你 我们一起在股票市场里面奋斗 相信一名老师的 今天做出一个加赖的动作 多头的一个召集令 从明天开始的话 这个大盘会 产生一个关键性的一个变化 有人说老师这个是不是G20 这个跟G20也没有关系 这个就是所谓的台股的一个趋势 你看得懂趋势 你就算得到钱 今天最重要的事情 赶快去扫描我们的QR Code 做出一个所谓的加赖的动作 扫描QR Code加赖以后记得 那如果说你对于我们 这个礼拜六 你是住桃园的 你是住台北的 这两场重要的演讲会 记得一定要事先的报名 因为我们演讲会的会场是有限的 那请大家提早做出个预约 严老师会在会场里面 恭候大家的一个大家 再讲一次 6月29号礼拜六 早上在所谓的桃园 下午在台北 两场重要的演讲会 大家务必一定要大下光临 非常重要的一场演讲会 请大家怎么样 一定要多加支持 我们明天见拜拜